打不死的小强变成了无坚不摧的戾气 为了报复人类 他们已经进化成了具有人形的怪物 这些比成年人还高大的蟑螂 准备向人口稠密的城市发动攻势 接着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惊悚片变种DNA 一种致命的传染病正通过蟑螂 在曼哈顿地区迅速传播 这种传染病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孩子 为了防止病菌扩散 控制疫情消灭带有病菌的蟑螂 作为著名昆虫学家的女主 研发出了一种新物种 这种由白翼和螳螂的DNA结合 所培育出的昆虫被命名为犹大 蟑螂一旦接触到犹大的分泌物 很快就会死掉 女主的这招非常管用 没过多久 病菌被杀死 疫情消失 生命力顽强的蟑螂几乎都倔技了 作为疾病预防中心副主任的眼镜哥 也因为这件事跟女主好上了 这就是典型的利用工作 只便替自己的老好处 三年后的一个雨夜 一位神父正在被一个大高个儿追杀 神父慌不择路 一不留神从天台上掉爱去摔死了 在教堂的街对面 住着老鞋匠和小鞋匠父子俩 小鞋匠虽然脑子有点毛病 但整天跟着他老爸擦皮鞋 耳濡目染 只要看一眼就能说出皮鞋的信号和质地 他眼睁睁的看着神父的尸体 被大高个儿从下水口拖了进去 转过天 警察小灭和同事赶到了现场 疾病预防中心的副主任 眼镜哥也闻讯而来了 由于怀疑教堂里有传染病 警察已经把这个地方给封锁了 小灭和眼镜哥在教堂里查看的时候 发现房顶居然摘着一些不明的排泄物 这种情况他们还是头一回见的 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干的 一位亚洲老大妈似乎是受到了攻击和惊吓 不停地说有黑暗天使想带他走 女主和闺蜜来到实验室 看到有两个熊孩子正在等他 原来这俩孩子捉了一些昆虫 想在女主这儿换点钱 女主给孩子们讲解了一下 关于昆虫的知识之后 两个孩子把他们在地铁隧道里捉到了昆虫 卖给了女主 看到这只大虫子之后 女主的尾巴根突然窜上了一股凉气 他仔细研究以后发现 这个虫子正是三年前的培育用来消灭蟑螂的尤大 这种尤大释放出的教素 可以使母蟑螂无法生育 从而达到蟑螂灭绝的目的 而这种名叫尤大的物种 设计的生命周期也只有半年 按理说这都三年了 放出去消灭蟑螂的尤大早就该死光了 女主正在瞎琢磨的时候 之前干掉神父的那个大高个出现了 不容分说就把那个虫子给抢走了 到了晚上 小鞋匠透过窗户 看到那个大高个走进了教堂 女主把自己的发现 跟老公眼镜哥说了之后 眼镜哥是大吃了一惊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这种由白蚁和螳螂的DNA 培育出来的尤大主 根本就没有繁星能力 而且生命周期也只有半年 至于现在为什么有了生育能力 目前谁也说不清楚 地铁站里 老鞋匠正带着自己的儿子小鞋匠干活呢 为了搞清楚尤大的来历 女主和眼镜哥带着俩熊孩子来到了地铁站 女主向其中一个孩子展示了尤大虫卵的样子 问孩子是不是见过这玩意儿 随后女主和眼镜哥撬开门锁 进入到了俩孩子发现虫子的地方 两人正瞎悬磨的时候 被地铁保安给发现 保安对女主和眼镜哥撬锁的行为 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这个时候女主注意到了小鞋匠用铁丝编成的玩具 这个玩具是小鞋匠根据大高个的样子变出来的 俩熊孩子认为尤大的虫卵一定很值钱 于是便来到地铁的隧道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两人很快就发现了虫卵 可就在这个时候 大高个突然出现了 这个已经进化成人形的大蟑螂 气力咔嚓就把俩孩子给杀了 始终想不明白的女主去找老教授请教 老教授说实验室不同于外界 这个世界太大了 他们为了生存一直在独立进化 肯定是基因改变了 晚上小鞋匠听到对面教堂里有动静 好奇心驱使他钻进了教堂 很快听到动静的尤大出现 二话不说就把小鞋匠给掳走了 污水处理厂的工人正在干活的时候 突然发现有东西把过滤器给卡住了 一帮人捞出来一看都吓了一跳 得到消息的女主急忙赶到了污水处理厂 这是一只还处在发育阶段的尤大 虽然已经死了 但看上去仍是活灵活现 老鞋匠做好早餐 去叫自己儿子的时候 才发现小鞋匠不见了 他急忙打电话报警 但警方说必须要等到48小时之后才能受理 看着窗台上放着的玩具 老鞋匠意识到了什么 他来到教堂的门口 看到了小鞋匠留在那里的玩具 老鞋匠顺着梯子进到教堂里面 开始寻找自己的儿子 拿到警方的许可证之后 眼镜哥和小灭以及保安 一起下到地铁隧道里开始寻找个大 这地铁隧道里也是别有一番风景 保安说一些流浪汉吸毒人员和社会渣子就住在这 过去这里非常热闹 但自打一个高个子凶手出现之后这里变得冷静多了 女主和老教授一起解剖了那只尤大 老教授说这玩意已经进化成了冰虫杀手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族群 晚上女主在地铁站等眼镜哥的时候 把两张照片拼在一起 一看就吓出了一身的白毛汗 地铁站关闭之后 乘客们全都走光了 只剩下了女主一个人 这个时候已经进化成人形的尤大出现 女主一看大事不好 没头就跑 尤大扑扔着翅膀直接就把女主给掳走了 眼镜哥小灭和宝安来到了一个旧的冰空场 这时候一只小的尤大窜了出来 宝安上去一脚就给踩扁了 由于用力过猛 木架子轰隆一声就倒了 把眼镜哥和宝安可摔得不轻了 由于这哥俩伤不去 于是便让小灭回去叫人过来帮忙 女主醒来之后开始到处下雪木了 她走到应景的下面冲着上面呼救 可上面的人根本就听不见 由于她的嗓门太大了 很快就被尤大给听见了 这女主也豁出去了 用手里的钢管上去就给尤大来了一下 然后开始玩命的逃窜 小灭拿着手电筒按照原路返回的途中 意外的发现了大量的冲碗 这可是尤大的秘密啊 为了防止这哥们出去报信 尤大上去就把这位 还没有进化成灭霸的小灭给消灭了 女主在隧道里瞎溜达的时候 遇到了正在寻找儿子的老邪将 然后老邪将又遇到了眼镜哥和宝安 大家伙一起把女主给救了出来 冰河一处降打一下 接下来就到了该跟尤大决战的时候了 在尤大的追击下 四个人急忙躲进了废弃的地铁车厢里 大家伙齐心合力终于干掉了一只尤大 但没想到这个家伙没死透 上去就把宝安的腿给划伤了 主力队员一挂踩 这形势就变得更加了严峻 女主说尤大正在模仿人类啊 他们企图渗透到人类社会当中 繁衍出更大的族群 然后霸占地球消灭全人类 比外星人还可恨呢 老邪将说这都怪你 你把这玩意儿变成人 你就是全人类的扫把星啊 而且还害死了我儿子 宝安说就是就是 简直是城市不足败事有余啊 一帮人正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尤大们发起了攻击 这些冰虫杀手的腿比钢铁还接应啊 能很轻易地把地铁车厢给炸透 女主说是血腥味把尤大给吸引过来的 咱必须把尤大的体验抹在身上 这样才能把他们给糊弄过去 大家一听 急忙把那只死了的尤大的体验 往车厢和身上抹 女主的这一招还真领 车厢外面的尤大很快就放起了攻击 一支支扑轮的翅膀飞走了 几个人经过商量 认为只要把这辆废弃了半个世纪的地铁启动 他们就能顺利地逃出去 但是想要启动 那就必须先出去把保险司给接上 最后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眼镜哥的身上 女主经过分析认为 这些尤大里只有一个公虫 其他的全是负责生孩子的母虫 只要能干掉那只公虫 那么就能让尤大们断子绝孙 老邪将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儿子 但遗憾的是 父子俩还没来得去续就的 老邪将就被尤大给吃了 眼镜哥不负重望 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 把自己的金丝眼镜变成保险司 要说这招是真绝了 闲置了50年的地铁居然真的启动了 不过这破玩意儿没走多也就停住了 此时保安腿上的伤势是越来越严重 鲜血不停的哗哗的流啊 为了保护女主和小邪将 保安走下车厢吸引尤大的注意力 最终用自己的一腔热血 挽救了其他人的生命 眼镜哥用升降机把女主和小邪将送上去之后啊 终于来到了尤大的老巢 这里面有不计其数的小尤大等待着降生 但不幸的是 他们那些确心眼的母亲 居然把产房选在了靠近瓦斯的地方 眼镜哥意识到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虽然打火机已经不管用了 但这难不住眼镜哥 在尤大们的围攻之下 他用铁鞏在钢板上哗啦出一双火星子 引爆了高浓度的瓦斯 随着轰隆一声 眼镜哥趁机跳进了水里 尤大的产房算是彻底报销 被炸蒙圈的女主正沿着铁轨往前走的时候 那一只唯一的公尤大出现了 吃柿子要捡软的捏 公尤大一看女主不好惹 于是掉头走向了小鞋匠 女主一看那能干吗 急忙割破手掌吸引公尤大的注意力 巧的是啊 这时候刚好有地铁经过 女主垫步凝腰躲了过去 公尤大慢了半拍 被地铁无情的碾压了过去 全人类再次得到了拯救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如果水平达不到 千万不要吓唬闹 饮阵止渴太危险 搞不好就乱了套